日本沖繩縣氣候宜員自然資源豐富 吸引不少國際遊客 其中臺灣員就占了八成 為了促進臺灣與沖繩的觀光交流 昨天雙方代表在台北國際旅展 簽署的觀光合作協議 要積極推動學生以及青少年的交流活動 臺灣觀光協會會長賴瑟珍 和沖繩觀光會議局會長上元良信 雙方代表在台北國際旅展 簽署觀光合作協議 這也是繼1994年來的第三次締約 臺灣跟沖繩的觀光的發展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就合作的內容 比方說我們應該加強 媒體宣傳的富房 還有包括深化比較年輕的族群的 這樣的一個交流 這個20年再重新簽約有它的意義 台灣目前有中華 華信 長榮 富星 和樂陶五家航空以及例行郵輪 有定期搬機往來 直飛大約75分鐘 旅遊人數從2012年的14萬 到2013年的25萬 成長將近一倍 現在除了平觀光 雙方還要積極推動學生及青少年的交流活動 透過結盟發揮一加成效果 拍拓台日雙方旅遊產業新細機 新唐人亞太電視成為模擬 李清晶 台灣台北報導 飛大約 接下來